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 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 香港球队也曾经在亚洲足运史上创立辉煌的成绩 我们也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 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何用卿足球世界 今集请到十六岁已经踢甲组的足球阵童 王文伟前辈上来和我们做访问 和我们分享他当年的威水史 各位观众一定要听 一代降门何庸卿的足球世界 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毓民踢爆》 今天是2020年2月18日 在2月15日 警务署长通过警察公共关系局的总警司 郭家泉发了封信给广播处长梁家永 投诉香港电台在2月14日 情人节那天播出的头条新闻 其中一个环节 王喜的警方消息 警方消息 那个环节 其实那些都是欺笑怒骂 讽刺嘲笑 大家不必认真 但是警务署长PK非常认真 写了一封信 给广播署长梁家永 说这个节目抹黑警队 对于警队在抗疫期间的工作 就抹黑 以嘲讽的形式来抹黑 表示极度遗憾 那 我们昨晚在这个踩场上也评论过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有一些进展 这个进展也是意料中事的 就是一些亲建制的市民 其实那个叫撑警大联盟 他什么背景大家都心里有数 那些人走出来 平均年龄是起码50至60岁的 阿沈也有 阿婆也有 阿伯也有 是什么课式呢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香港电台示威 是吧 那今次 撑警大联盟和那些原作级协会 都出声了 这两班呢 一个就是那些 散仔会 警察的散仔会 那个主席很厉害 连张建宗他都移动的 这个是很厉害的 是吧 那些散仔有些很聪明的嘛 江头 江头探长 江头警长 很多的 警方当然 树大有枯枝 族大有乞衣 这个大家都明白的 没什么所谓 而且香港人过去对警队 尤其是我们这些年纪的人 是吧 经历过五六十年代 那些警察无恶不作的时代 就是看到现在这些警察 就是 竟然是十倍凶恶 过以前 就是五六十年代 那些香港警察 那你也别说不害怕 是吧 那大家对警察的印象 已经 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套版印象 是吧 你多些这些人出来 最好的 朱经伟 那些黑漆警 是吧 这些江头警长 朱儿子女 原作级协会的主席 多些出来 高调些 那大家更加知道 什么叫正义 什么叫邪恶 非常之清楚 马上可以分得到 怎样为之中 怎样为之奸 我又不是很喜欢教人 用这些中奸 或者黑白异分法的 但是对付这些人 或者面对他们这些暴行 在暴政下 做这个特区政府 打手的警队 特别是这些头面人物 你怎能够 对他客气 老实说 对不对 好了 现在就动员了 这是共产党惯常的手法 组织动员 去投诉 知道那些盲目都不知道怎么投诉 现在就知道 可能教他们统一 打电话 寻信 给通讯办 去投诉 投诉 香港电台 新闻这个节目 网顾事实 抹黑警察 那你用撑警大联盟去 那真是浪费 你应该用香港大多数市民的名义 那你还说 撑警大联盟是什么课式 大家都心里有数 撑警大联盟 也有十丁八丁 今天就去港台示威 对不对 在此之前 我们昨天也提过 有个六八九 就直接在Facebook上出了一个post 就说建议政府 要解僱这个 广播处长梁家荣 和告这个香港电台 我昨天在节目里 就提出一个反建议 政府最好快点告 对不对 律政司就 找人去出全票 告这个香港电台 总编辑是梁家荣 那就是告梁家荣 他不可以告香港电台 作为一个发言机构 你告香港电台是什么 那你要告梁家荣 为什么要告梁家荣呢 因为香港电台是一个新闻机构 他是总编辑 广播处长是根据香港电台的约章 他是一个新闻机构的总编辑 他又会为这个 香港电台所有的 content 那些内容 播出的内容是负责的 对不对 那你说涉及诽谤 那你就告他了 挺好的 但是我们普遍市民 就会想 你告他 你用的是公帑 大佬 告的是使用公帑的香港电台 那你又用公帑 警务署告这个 使用公帑的香港电台 你告那个总编辑 总编辑就是梁家荣 你不是告他个人 所以那个官司费 就不是梁家荣自己给的 香港电台给的 那真的很可笑 到最后 香港市民就做了冤大头 做了老衬 对不对 我想说的是 现在的形势 很明显一定会动员 那些亲共的团体 包括那些亲共的政客 过去好像民建联 工联会 这些建制派的立法会员 就不断对香港电台有很多批评 甚至乎有些声音是直接裁了香港电台 浪费米饭 甚至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 这个去香港电台抗议的 这些所谓撑警大联盟 这些盲毫呢 也都提出 就是要封了香港电台 哇 今时今日 这个世界还可以封一个新闻 封一个新闻机构 哇 你都算厉害了 是吧 你再说回头条新闻 这些稀笑怒漫 用嘲讽的形式 是吧 去反映一些社会现象的 那 他这些收视率比较高的节目 是吧 做了三十 超过三十年 是吧 你现在 要将这个节目取消 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那些 头条新闻的涌等 当然不肯过你了 是吧 要斗马人多 你一定不够千时头条新闻的人多 这个必然的 靠你 撑警大联盟 那小狗 不是那三狗 两丁七 你发挥到什么作用 你只是出丑 是吧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香港这个资讯开放 资讯相对自由流通的社会 你去建议 将一个新闻媒体 是吧 将它封了 查封了一个新闻媒体 你以为现在是大陆 是吧 大陆的情况不同 大陆没有民营的媒体 那这个也是公营的 公营也好 你试试动一下 是吧 看看有什么后果 我这些 对香港电台 我很多批评的人 我现在是誓死捍卫香港电台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不是捍卫香港电台 是捍卫这个 就是你动一个新闻机构 那你等于是 破坏这个新闻自由 那破坏新闻自由 你就是破坏香港安定繁荣的嘛 因为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大家不可不知 是吧 我在新闻教室的时候 就是说新闻自由 这个问题 我就用美国政府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 如何讨厌这个新闻界 也好 他是从来不敢 公然 赤裸裸地打压新闻自由 我现在告诉你 包括最喜欢和新闻媒体 吵架的 这个Donald Trump也好 他也不敢乱来 我现在告诉你 是吧 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婚结婚信 是最恨报纸的 是吧 他说过一句说话 他说 不看报纸的人 比看报纸的人 知道得更多 曾经因为 受到这些报纸不断的诽谤抹黑 他说过这些概叹的话 但是他有一句说话 比如我们那些 就是读新闻系的同学 就是奉为归裂的 或者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些journalist 奉为这个金科玉律的一句说话 是什么呢 结婚信说 如果你叫我选择 有政府 没有报纸 或者有报纸 没有政府 我是一定毫不犹豫 选择后者 就是我宁愿有政府 不是 有报纸是没有政府的社会 是吧 这是第四拳 不可不知 是吧 所以你现在 政客 那些政棍 是吧 好像你梁振英那些 一级政棍 是吧 但是你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你得闲无事 很无聊 在Facebook上不断去post 这些所谓 就是说一句 欲言又止 那种表达方式 然后去表达你自己的立场 和意见 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是吧 那现在你要向特区政府施压力 去告这个香港电台 是吧 是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 就是被人炒友的 没有得连任的 就是前特首梁振英 又有这些 撑警大联盟 是吧 接着就排队 所以就动员那些人去投诉 是吧 那商经局 就是 今天 就回应 就是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就是管理香港电台的 OK 我就做过 立法会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 主席做了四年 所以对这个商经局 就是 在这个苏锦良做局长的时候 我都帮他交手了几年 我是非常熟悉 香港这个 所谓的 广播 资讯 通讯 就是电讯 这些 政策 我们是非常了解的 那 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提 现在整个架构就是什么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就是一个 抉择局 是吧 那 然后 负责管这些电台 电视那些 我们用个管字 真的是管的 管理 就是这个通讯事务管理局 在通讯事务管理局成立之前 就是说有了那条法例 通讯事务管理局条例 在立法会三论通过 付诸实行之前 就是这个 广播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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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讯广播条例 广播广播讲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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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它分开 那時候我們經常要求 大家看到現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 你現在的電訊條例 根本就已經是很過時 現在的廣播條例又是過時的 你根本就要修例 但到現在都沒有修例 那時候答應了立法會 當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通過了之後 他們就開始會修例 就這個廣播條例 以及這個電訊條例會修例 但結果都沒有修例 那他由這個廣播事務管理局 以及電訊管理局去執行這兩條條例 即是在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成立之前 後來通訊事務管理局成立之後 就沒有了這個港管局 亦都沒有了這個電訊管理局 那就變成了一個叫通訊管理局 然後有一個辦事處 叫通訊辦 現在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 是一個法定機構 那這個主席就在外面找來的 不是官來的 我記得我做立法會 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我跟他交手得最多 我也非常尊重他 覺得他是做得非常好的 第一任的通訊事務管理局的主席 也是一位資深大律師 和現在那個都是一樣的 何佩謙 他是一個非常之 我覺得除了謙謙君子之外 就真的是一個很認真 因為剛剛成立了通訊事務管理局 他是第一任的通訊事務管理局的主席 現在的通訊事務管理局的主席就是親政府的 即是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譚運芝 然後副主席就是梁卓文 他是商經局的 即是政府官員 裡面有12個委員 有官方的成員 也有非官方的成員 他們就負責執行通訊事務管理條例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所有的投訴 即是對電台或電視的投訴 你就是向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 他們就會調查這些投訴 然後就會作成決定 所以今天商經局就做了一個回應 他說過去三天 總共接到200多宗涉及香港電台 頭條新聞的投訴 他的回應是很奇怪的 這個我就稍後再說 我的回應是最高的 就算是這個民主主席 所以就做了一個動作 如果他沒有在寫 那一年 香港電台 那麼可以 激活到 我們現在